脫得軟啊 裝修佬 脫得軟啊 裝修佬 脫得軟啊 裝修佬 裝修佬 怎樣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裝修佬 歡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小法科 各位家庭朋友 如果你們之前有留意過Dr.Hope 跟大家說歸祖來的話 我今天跟大家去講另外一樣 就是差不多的東西 就是升級版的龜祖類 龜祖葉癌 龜祖葉癌是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幾億年前 一些海洋生物死了之後 沉到海底 跟著經過第二項活動 押出來的一塊石 現在被人拼出來磨粉 不過呢 你們千萬不要以為 你要買塊石回來自己磨粉 其實你買回來已經是一碗粉了 你只需要開水 跟著拍上牆就可以了 不過記住是批上牆 為甚麼呢 因為它是游不到的 一定要批的 我現在有一幅來講 已經是批好的樣板 給大家看一看 這一塊就是用龜祖葉癌磨粉 批上去的龜祖牆 是不是凌亂得力 又有些規律味呢 很不加瘦 很和式的風格 又有層次感 我上去其實挺有手感的 好東西來的 它的好處呢 上次Dr. Hope就跟大家講過了 今天呢 我就想試一下它 是不是真的有它 全處之中那麼吸水呢 跟大家試一下吧 大家看到了 如果平時你一幅雨膠失常的話 一定幾條水柱這樣滴下來的 而現在它呢 真的沾了水之後 它會和你吸水的 也就是說 你天氣潮濕的時候 它真的會和你吸水 那自然啦 當天氣乾燥的時候 它會放一些水出來 可以和你平衡這個濕度的 很健的 今天的生活小百科又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